第一个就是把题目部分放旁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需要做到最后的是做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一样 反正就按下它 把这些帮我计算完毕 按下它全部做出来了 清除就全部清掉 大概就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你要先需要做什么 计算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没有重新再做其他的动作 其实我做什么呢 里面呢直接把它原来公式 直接把它放进来 所以你们待会需要做的动作 就一先把什么 把这些五个栏位做完 然后向下填满 做五次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变成VBA VBA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里面的公式 放在VBA里面 在外面包个回圈 就让它全部跑完就OK了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会有一些地方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需要把它变成名称 OK 名称的话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我按一下那个 这边计算 你会发现这里面哦 范围有没有 基本上呢 都会是用名称来代替 这个名称的话都有意义哦 那当然对各位来说 比如说什么股票啦 配多少股啦 这个对各位有点遥远 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抽象 反正呢 我今天就有点像我 我投资某家公司 他赚钱他会分红给我 就这样而已 那可是我要知道说呢 应该分多少股 然后呢 应该缴多少税 靠税后应该赚多少钱 哪些人赚最多 那这个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题目里面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建立几个名称 那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哦 一先切到哪里呢 切到那个公式里面 OK 特别之后 一切到公式 有一个名称管理员 那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名称管理员里面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名称存在 请你把它什么 全选之后把它删除 删除都要按上面的删除 或者按delice也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重新再来过 我们重来哦 就是说呢 一请你先把那个什么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通通怎么样把它清空 那我们重新再来 我需要呢 建立总共几个呢 题目里面有提到啦 第一个是这个名称 叫总发行股数 这个叫分配盈余 分配盈余 然后另外的话呢 股东姓名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最右边这边有 限持有股数 这边有八个 也就是这边一个 两个 这边八个 加起来十个嘛 另外呢 配股数量表 税率表 总共再加两个 十二个名称哦 也就是说我要先 一 先把名称建立起来 那为什么要建立名称呢 因为以后我用名称 而不是我用名称来 存取那个范围 而不是用那个什么呢 我要跟你跟他讲说 哪个范围 OK 所以第一个哦 那我要怎么建立 这十二个名称 一游标放在C1哦 特别注意哦 一样在公式里面的 名称管理员的旁边 有个定义名称 你把定义名称 按下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他会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这个C1前面的 这个总发行股数怎么样 自动带过来 所以这个名称 C1就叫总发行股数 一样的道理哦 放在G1上面 定义名称 他会自动帮我把 分配盈余建一个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名称 管理员里面会有分配盈余 指的就是G1 有没有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分配盈余指的这个 总发行股数呢 指的是这一个 两个了哦 再来的话呢 股东姓名指的是下面 那我前面讲过哦 如果八个栏位哦 你要变做八次 那最快的方式是 你干脆哦 把游标放A3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选的 这个范围里面的 最上面就是他的名称 下面就是他的范围 所以呢 我可以用什么呢 一样公式里面的 定义名称的下面两个 从选举范围建立 找到有一个叫顶端列 意思是说我的名称 在顶端列 我的范围 在他的下方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哦 名称管理员 股东姓名有没有 股东姓名有 是不是这个范围 点一下 你会发现哦 A4 到A58 把A没错 特别追哦 应该了解意思吧 当然你也可以用 刚刚的定义名称 比如说定义名称 你就是把范围选起来 定义名称 再输入股东姓 可是很麻烦嘛 用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最快 另外的话呢 配股数量表 特别追哦 我们将来 需要的范围在这里 不包含南位名称下面的资料 这个范围我希望叫配股数量表 所以把配股数量表点两下 Ctrl C 把它怎么样呢 复制它的名称 要不就是你用什么了 定义名称 比如说选这个范围 两个方法 一个是定义名称 直接输入什么 配股数量表 以后的话 这一个范围 它就叫做配股数量表 按确定就可以 这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你除了不用定义名称之外 第二个方法是选取这个范围 输入到 它左上角有个视窗 你把它输入到这边 按个Enter 这样也可以 两个方法 不过我发现 好像用定义名称 比较不会错 因为好像之前有同学 输入到这边 忘了按Enter 结果呢 就错了 配股数量表 看一下对不对 配股数量表 在这里 点下面一下 这个范围看一下 OK 没错 然后呢 再来就是税率表 税率表不包含栏位名称的 左边的资料 就是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的 右边的资料 右边资料 然后这个定义一下名称 名称叫税率表 所以我把这个税率表 这三个字 点两下 再点什么呢 点选取范围之后 把它定一个名称 名称叫税率表 按个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税率表就完成了 税率表在这里 指的是这个范围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总共做了12个 对不对 12个名称 那你第一步一定要记得 把那个名称管理里面的资料 原来的资料先清空 再建立12个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